黑名单筛选 大概步骤是这样 1.我们可能要定义名称 为什么要定义名称 我先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询 假如说我今天 这个是我要被查询的 就是说我今天要比对的是黑名单 然后我比对的名称在这里的话 特别之后这个就是quiteria 然后另外有一个是range range的话就是黑名单 所以特别注意 查询的名单 你就在b2的地方 b2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找什么conif 其实最重要的是conif conif特别注意 将来如果你要比对的话 你要比对的就是这个黑名单 你就把黑名单放到range里面 quiteria是这个条件 意思就是说你把email信箱 去黑名单里面 全部帮你比过一轮 如果有的话 它会帮你看告诉你说 如果有就是1 没有就0 1就true 0就是false 那不是道理一样吗 所以conif可以拿来做很多的范围的比对 而且我发现conif的效率还蛮快的 很快就比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range 点到这个就跨工作表的黑名单 然后范围在哪里呢 范围就要从A从哪里 从我们的A2一直到底下 对 特别注意 像这种大范围选取的话 我是建议你要定义名称比较OK 为什么 你如果没有定义名称的话 你要这样选 像有些人就这样选 一直往下选 那他2万多对不对 哇 你要等很久 那有时候到的时候已经过头了 那你又拉回来 所以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应该是你要先选这个 然后按什么 Ctrl Shift向下就可以了 这样不就向下选取 他直接就到最下面了 不然的话以后你那个大的范围 你像刚刚那个是错误的动作 如果你还用这个动作的话 我建议你千万一定要记得 Ctrl Shift向下就OK了 但是这个方法还不是很OK 为什么因为将来你还要把这个范围锁起 就是固定起来 所以我建议各位 以后像这种跨工作表 而且是大的范围 请你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做 就是所谓的定义名称 所谓的定义名称 就是那个范围我叫什么名字 以后的话我就在那个range的地方 给他那个名称就可以了 比如说取消一下 我K名单这个范围 A2有没有 一直到最下面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A2Ctr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我要叫做名称叫黑名单 特别是要怎么叫 首先的话你选完之后的话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请你在它的左上角 有一个叫名称 这个叫名称方块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直接就输入名称就可以 输入完之后请你按Enter 那以后的话这一个范围就叫这个名称了 OK应该可以懂逻辑吧 很简单 做这个 2的话这个范围叫黑名单 Enter一下 特别之后一定要最后再Enter 因为我刚刚是用这个注音输入法 它Enter只是字上去 然后Enter之后才确认 那可是这样已经有了 可是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名称是否真的定义成功呢 其实你可以到哪里呢 到有个地方公式 公式里面的话有一道名称管理员 名称管理员里面呢就会出现你取的名称有没有在这里面 而且呢你定义参照到的范围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的话这边是可以编辑的 或者可以修改的 OK应该可以懂了意思吧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第一个定义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我就要查询了 那查询的话 这边1定义名称选范围Ctrl 向下 然后这边输入黑名单 2的话呢 请你再到这边插入Conif 然后Range这个时候呢 请你在Range直接打黑名单 或者你不想打黑名单 有一个快速方法 按F3 他就会帮你把什么 那个名称给叫出来了 那以后的话 我是建议啊 如果你有很多跨工作表的范围 你可以先定义好很多个范围 然后按F3 他就跳出来 你用选的就好了 OK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呢你就不用在那边选半天 第二个的话呢 第一个名称你也比较清楚 反正那个名称你 以看得懂为原则吧 好我们这个名称选他一下 按个确定 所以第一名称非常重要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不会用啊 如果不会用的话 你常常跨工作表就会出现一些错误了 而且有时候公司会非常冗长 有没有像如果你按确定说你会发现 这个公司这个抗设黑名单 然后 quieterial就是选他就好了 公司特别注意哦 就只会长这样 而且哦 因为这个范围是固定的 所以你不用去加什么钱的符号 OK 特别注意哦 那另外 如果你会定义名称加来跟VBA搭配的话 更简单 一行程式都不用改 什么都不用改 直接贴上 有没有像我们之前那个什么 还要看双以后 因为定义名称不会有双以后 第二个呢 定义名称里面呢 也不会有那个哪一列哪一列 所以其实也不用 所以定义名称跟VBA搭配 也完全的无违和感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之后我会再跟各位讲 所以定义名称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我们就按确定 也不用锁定了 然后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他全部都找完了 一轮了 OK 那我怎么知道呢 哪一些是黑名单呢 那当然跟各位讲 1是黑名单 0就不是黑名单 有点像1就是true 0就是false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0就是不是 1就是是 那我就把什么 把1留下来比较好 那我怎么知道1怎么留下来 当然有几个方法 资料里面可以做排序 排序就是一道A也可以 有没有 他就会把1放在前面 可是最后如果你 你当然上面这些可以啦 可是问题是 排序有个缺点 就是它会乱掉 你别人说你那个顺序 你可能还要恢复 那就会出问题 所以一般我的习惯 我还是会用筛选 那怎么筛选 应该各位用过这个功能吧 那功能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用过 Excel的筛选 很多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筛选 有没有放B1 点一下之后的话 筛选意思就是说 留下什么 留下1 所以把全权打勾 取消 然后把1留下来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留下1的部分 就这些 那所以你就 游标放A2 Ctrl-Ship向下 然后Ctrl-C一下 Ctrl-C就是把 你找到的这些 4黑名单的 你就可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来 贴上 这样你的黑名单查询 就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边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请你把名称 这个范围 Ctrl-Ship向下 上面这边 名称翻过来 定义一个黑名单 Enter 确定的话 是在公式里面 找名称管理员 这边 2的话 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Count-If 去筛选 可以取消掉 可以取消的话 就是再到资料里面 这个把它点一下 它就恢复了 你再来的话 公式就直接 这边按F3 特别就按F3 OK 就会出现清单 你用选的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的话 大家如果以后F3失效 如果理论上是OK的 之前有遇过同学是 他用Mac电脑 Mac里面有OBIS 可是Mac里面没有F3 然后他说 老师 我键盘还没有F3 好办 那你自己打黑名单 三个字吧 可不可以 OK 只是 Mac里面有很多功能都不太一样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比对的 按确定又可以 再来就是利用筛选 有没有要放上面 筛选一下 得到1 把它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 最后的话 当然我们希望 下一阶段就是 大概每天都要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假设我们以后希望在这边多两个按钮 这边现在有三个 我们就把这两个 等于是一个是清除 清掉 一个就是按下它 自动帮我把这个查询名单里面 是黑名单的 自动帮我丢过来 有没有 而且又跨工作表 有没有 那这要怎么做 请各位想想看 那我画面先切一下 第一步先用手动的方式 第二步待会我们要来讲 如果我用VPA 来完成自动化 以后 假如这件事情是每天都要做的话 那你是不是想想看 按钮按下去 自动就可以把查询的结果 自动就带过来 你只要把查询名单更新一下 按下去 自动就告诉你哪些是黑名单 OK 那这个要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定义名称 这个我觉得 如果你将来在使用 大量的跨工作表的大范围资料 一定要用定义名称 第二个的话 就是康乙福跟筛选搭配 这我想其实都不是什么很复杂的功能 可是如果你把它搭配起来 其实就可以解决很多常见的问题 像不同工作表之间的资料比对 比如说你这个工作表 一月跟二月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同 可不可以把不同的部分帮我捞出来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一样的跟不一样的分开 一个放一样的 一个是放不一样的 OK 那这样的话 以前可能要人工来做的 其实现在当然你只要用康乙福 就很快可以把你要查询的资料 给查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